It's gonna get personal 酣暢淋漓的打鬥 生動精緻的視覺饗宴 史詩經典的動作RPG 大家好我是丁丁 戰界澤諾尼亞來了 作為一個動作RPG愛好者 Count to Earth 這家遊戲公司的作品 怎麼能錯過 戰界澤諾尼亞這次開放的是台港澳伺服器 遊戲主打自由PVP 獨特人物造型高質感卡通畫風 同時支援手機跟電腦版的跨平台遊戲 經過我實際體驗後整理了以下的心得 遊戲初期開放五個職業 巨劍、弓箭、寶珠、法杖還有短劍 巨劍就跟天堂的騎士一樣 主彈主控 有多個控制技能 可衝陰可拉綁 PVP上面相對強勢 還有一招霸道的技能 解除武裝 可以讓你的攻擊無效化 絕對是課長熱愛的職業 弓箭有著超遠的距離 高攻速還有高爆發 PVE上面相對省力省水 這個遊戲可以風箏 在PVP上面也可以秀一波操作 是開局最推薦的充等職業首選 寶珠、攻擊型法師 會各種華麗的元素技能 主打範圍AOE攻擊 攻速較慢 狠吃裝備跟機體 不太建議新手或無課玩家來洗手 法杖 就是我們說的奶媽 有各種團隊增益技能 還有免傷盾 團隊吃王跟打架必備的職業 但這種職業通常玩的人都比較稀少 短劍、單體、超高爆發 有隱身跟緩速技能 PVP秒後排跟秀操作的首選職業 外型也是最美的 視覺組優先選他 這也是課長愛好的秒殺類型 那麼對於無課跟奈米克玩家 我會建議你們玩弓箭跟巨箭騎手 至於課長們玩什麼都行 其實大家也不用太擔心開局選錯職業 因為遊戲中可以自由轉換武器類型 是非常貼心的設計 遊戲內建AUTO功能可自動打怪 另外在省電模式下 還可以開啟離線掛機功能 時裝是可以自由搭配 人物造型的紙娃娃系統 是近期MLRPG較少我的內容 時裝本身具有基礎能力 每個時裝也有對應的職業技能 身為視覺組的我 這是我最愛的系統之一 就目前的系統看來 花費程度應該是跟其他遊戲差不多的 至少他有時裝跟寵物可以抽 時裝部分前期建議抽到高階的能用就先用 不一定要抽到對應你的職業 因為就算是沒對應到武器 高階的時裝屬性還是比低階的強 好啦以上就是簡單的心得分享 實際還是建議等開服後進去親身感受 另外說一下我預約的伺服器是露西法2 那麼就期待8月6號線上相會囉 大家掰掰 MING PAO CANAD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